对称有层次的拱粮 腾空而起的廊道 欧洲古堡般的魔幻氛围 这里是雪域最美书店 2018年4月一开业 立刻成为网红书店 假日平均客流超过3万人 去年光卖书就卖出 1700万人民币 近8000万台币 全大陆书店排名第四 各地购物中心邀约不断 今年一口气要开出13家 我们都是被邀请过去开的 然后适当的时候 他们还给我们一些装补 书店假如说你做得好的话 实际上就是 它的引流入口很大 很稳定 而且他们为啥很喜欢 很多人看完书 一到吃饭点就在这吃饭了 为啥市集书店不如原来了 其实还是经营方式的问题 我们创办几何的初心 就不是完完全全的卖书的书店 我们是给大家一个空间 城市文化生活的空间 这个空间很重要 其实城市很缺失 空间比较大 而且那个氛围比较好 就一周来一次 几何书店位于青海西宁 不止海拔高 也是大陆单体面积最大的书店 占地3300平 图书多达15万种 45万册 但它可不只是卖书的地方 可以亲手动手来做 所谓的叉叉 也就是佛牌 而每一个佛牌都有不同的意义 绿杜姆做的人很多 因为绿杜姆是有求必应的 学好模具在泥上用力敲打成形 带起印花后再小心翼翼彩绘上色 过去藏民与佛同行的圣物 非以手艺也能DIY 因应过来就是复制模刻的意思 除了擦擦盘锈 唐卡藏箱 古老记忆在这儿透过体验走进市井生活 让人们在参与制作过程中 感受到青海的璀璨底蕴 店里还雇用了藏族店员 贩售工艺文创小物 推广民族文化 然后掉下来我们去捡起来 然后就开始作战 林根青海师大艺术系毕业 过去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原本只想开家小书店 却意外引发有人投资兴趣 从台湾成品经营模式看到机会 不知几何 在大陆EPP高颜值跨液态的连锁品牌 正在崛起 他们以城市文化空间的新定位 立抗电商网购冲击 带来新一波的书店革命 记者李松光阳七号 青海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